嗨,大家好,我是阿伟 经常在后台有很多的小户伴私信我 就是他的脚上有一些灰指甲 他不知道怎么处理 今天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灰指甲和甲构源它有根本的区别 比如说甲构源 你如果单纯的修 可能一次两次比较好的效果 然后如果做矫正的话 在三个月左右就可以完全好 但是灰指甲比较复杂 第一,他首先要把指甲去薄 第二,就是坚持上药 第三,他的恢复周期在6到12个月的时间 那么在这个中间 是可能找专业的店面的话比较麻烦 那么很多小伙伴就问我 怎么在家里面自己来处理这个灰指甲 今天我就可以找了一个 专门找了一个美女模特 我们今天给她叫小美 比较帅的帅哥我们就叫小帅 比较美的美女 我们就给她起个名叫小美 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小美的指甲 教给大家怎么操作 好,首先把脚泡好了之后 插起来 第四个指甲 这个表面已经开始发白了 然后有白色的一个粉末 等会我们要处理一下 还有就是他这个大指甲的明显的一个缺损 这应该是自己在家里剪的比较厉害 然后这个后面还有灰的 我们今天来演示一下 怎么在家处理灰指甲 那我就以这款产品为例 它这个里面附带的会有一些挫子 还有一些清洁的清洁药棉之类的 打开包装 里面的东西我们来一个个的用 有一个挫子 自己在家用温水把这个脚泡了之后 然后就开始可以拿这个挫子挫这个甲板 比较厚的这个甲板 灰指甲中间是空的 它有粉末状 所以我们在挫的时候 它有大量的一个粉末的产生 我们在挫完之后 每次挫完了之后 它有利于这个药物的渗透 在涂药的时候要注意 我们尽量的不要用棉签 因为棉签的话太细这个药了 我们一般的用它附带的一个塑料棒 好 涂一些 然后涂到指甲上面 这个药水的渗透力很强 而且它是三到五分钟 就会形成一个药膜 可以管一个星期 这一个星期当中都可以不用怕沾水呀 它会掉之类的 它是持续杀菌 没有什么颜色 透明的 用完之后就马上把它盖好 然后这个塑料棒可以在消毒之后 下次再使用 然后等一个星期之后呢 我们再接着 它这个里面有一个 我们可以把这个假错拿一个出来 然后又这样继续磨磨磨磨磨 把它磨薄了之后 再重复以上的一个动作 坚持使用六到十二个月 灰指甲慢慢的就会恢复正常了 一直要到 它长出这个甲原肉 能减去多余的指甲的时候 才能够完全停药 不然的话它很容易复发 这也是为什么好多人说 灰指甲治不好 灰指甲是绝症 它不是的 首先第一就是你要把这个坏指甲全部打薄 第二方面 这个药要持续的用 第三方面就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 它是一个持久战 因为得灰指甲 它不是一天两天得的 所以它也不会一天两天好 一般的话 灰指甲基本上都是在几年 甚至十几年以上 它比较严重 那么我们能花六到十二个月时间 能够把它治好 都已经非常不错了 像这种小指甲的话 就比较简单了 这个小指甲 还是刚刚开始 有点传染 我们现在来处理它 也是重复刚才的动作 把表面磨薄 我其他这个脚指甲没有吧 其他指甲暂时没有 磨到表面那个白色的粉末 看不到了 露出粉红色的基地了 好 现在三五分钟已经过去了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它这个药膜已经完全干透了 看不出来什么颜色 然后像我们现在这种情况 不管是穿袜子还是上床睡觉 都不会把我们的袜子 或者床单之类弄脏 那么这个药膜 它就可以持续一个星际的一个药效 在这个中间我们可以不用管它 生活上面也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然后以后的话 你坚持用药就行了 好吧 可以破脚吗 没问题 没问题啊 对 今天的灰指甲的一个护理过程 已经科普完了 喜欢我的小朋友 记得一键三连 然后今天感谢一下我们漂亮的小美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拜拜 拜拜